应如何让自己真正生起孝心 这个问题我也希望你到汤匙去休息 这个不是讲的 你看看汤匙老师如何以身作则 对汤匙这些老人表演出那个尽孝的孝心 你才能知道 这个要用行动来教你 这不是言语 言语没用处 言语 孝金 弟子归 感应篇都讲的很多 可是你没有看到行动 你很难体会 汤匙之所以能做的成功 就是这一批老师们 二十多位老师们 他们真正做到了 校题中心做到了 你跟这些人接触 你就能学到 好 谢谢观看